台东绿岛南辽地区6号无预警大停电 从早上9点到晚间8点都没有恢复用电 造成岛上超过200户的住家无电可用 民众是气得跳脚 连便利商店也贴出了暂停营业公告 台电表示说是因为地下电缆故障所导致他们持续抢修 不过到现在还是有85户没有通电 民众摸黑骑着机车在街道上 别说身手不见无知了 就连前方路况都看不清楚 这里是台东绿岛乡南辽村 疑似因为地下电缆线故障 影响超过200户住家用电 也因此才会到了傍晚 路上还是一片黑漆漆 南辽 现在大约用的 整个南辽都跳脚 到现在已经几点了 快8点了 连电都没有整个街上 南辽街上 拜托你台东先生 我来关关心我们绿岛 从现一园村长到居民一片骂声连连 因为这无预警的大停电 一停就超过了10小时 尽管台电紧急抢修 但从早上9点一直到了晚上8点 都还有85户尚未恢复供电 大停电除了影响当地居民生活外 许多店家也因为停电而无法做生意 24小时营业的便利商店更一度暂停营业 直到晚间7点半部分地区复电 往拆口方向才有了一丝光亮 谢谢大家会 绿岛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